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邱纪彦也指出 由于正光里是七堵的商业和购物中心 到假日时停车位不够 车辆乱停放的问题也就相当严重 所以他希望向市政府争取光明路 假日时可以开放停车 希望周遭的交通 尤其我们每到假日 我们这边市场附近的停车的问题 是相当的缺乏 所以说希望市府相关单位 在我们的光明路 将来的转运站的目的地 我们这边可以先暂时开放给 一般的民众 假日时候可以停车 也降低我们影响我们附近居民的住家的品质 另外上任里长后 最基本的为里民服务 解决各项问题的热忱和行动不便 但是往往里办公室帮助里民 网上承报给区公所 再转成给基隆市政府的公文 都没有回复造成里民误会 指责里长办事不力 他也希望市政府以及区公所 可以帮忙里长改善这种情况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替你们服务 也许不是里长本身的问题 而是我帮你们的话 帮你们所想服务的事项 我帮你传达给我们区公所 那区公所再转成到我们市政府 但往往我们公文送出去 到等到他们要发... 签成好以后 这个中间的时间都不知道多久了 所以说会造就成里长 往往都会被我们的里民骂 这个里长我跟他讲没有听 这个里长我跟他说他没有在做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的市府 可以纳入我们里长的心声 什么东西做上去 报城报上去 可以告诉我们的时间点 什么时候可以做 或什么时候不能做 都可以给我们转达一声 我们好告知里民 邱继彦强调年轻是他的本钱 感谢里民给他机会服务正光里 他会更努力为正光里打拼和付出 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导 走路上班为了省钱 不吃大餐为了省钱 不开电灯还是为了省钱 省钱看这边 PP宽屏120MH要888 送离高画质频道 无线WiFi 3分113分屏卡 超知价格高速频宽 内行人的3A上网网宝 给您A3 A好康还有A服务哦 快打2165 3152